上集说到刘伯温发现鞋子里的情诗 刘伯温将情诗禀告老朱 老朱起先不以为然 看了看情诗内容后 龙颜大怒 宫女思春 这不就是给我精神出轨吗 书可忍 审不可忍呀 说会让皇后彻查 这相国夫人也是个搞笑担当 怕老李趁他午睡时偷溜出府 用绳子一头拴住自己的手 一头拴住老李的手 这熟练的样子 看来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你夫妻两人的小情趣可真特别 还让老李发誓 要是外边有女人 自己就变成小狗 趁妇人熟睡之际 老李按刘伯温的计划 把绳子系到小狗的爪子上 自己偷偷宝去找赵东妮 这相国夫人醒来后 一拉绳子只听见狗的叫声 出来一看 绳子是在小狗身上 老李却是不见踪影 急得叫仆人进来 问到底怎么回事 串通好的仆人都说 没见老李离开 这小狗就是老李变的 这夫人瞬间就慌了 到第二天 看着这小狗 相国夫人只能让仆人 把假条带给刘伯温 让他替老李请假 而这刚好是刘伯温计划的一部分 老李这边是哈欠连天 又是昨夜潇洒 今朝却又念夫人哭了一夜 我说老李啊 你真是个海王 咋啥都要 皇后娘娘彻查宫女情诗之事 高云尼主动承认此事 皇后便将她打入大牢 老猪本来想将这高云尼杀了 奈何琵琶记 今儿个就要上演 又找不到其他演员 又被刘伯温说服 终于让老猪改变心意 这相国夫人按捺不住 来找刘伯温帮忙 这刘伯温把狗抱到隔壁 和着老李一唱一和 这夫人也知道老李外边有人 一听到要把这狗送赵东妮那里 到时候等老李变回来 把人一起接回去 说到这个敏感话题 相国夫人又犹豫了 看完琵琶记的相国夫人 想通了老李和赵东妮的事情 也答应让户口本加上他们的名字 这老李啊 也是如愿以偿 而这边老刘被老猪硬塞了一套房子 老刘说服货难测 果然这老猪不按套路出牌 直接把高云尼赐给了老刘 原来是套新房 送房送老婆 这老猪可是位好领导 可这高云尼可是个新时代人物 说老猪管天管地 还管保办婚姻 直接就是给老刘写了离婚协议 并将其送回姑苏老家 黄测库里琵琶记就此结束 老猪准备再出死几天 并让老李要在十天内 筹集三十万片青瓦片 建造好姓庆宫 这老李无奈准备拆了 宫西侧老兵街的三百户房子 还准备自己来动员 这不就是拆迁吗 还是无常的 这脑袭的真不愧是老李 老刘直接就让人去老兵街 唱凤阳花鼓 把老猪吸引过去 就是为了让老猪看看 老李出的什么嗖着无意 把这些老兵家拆成什么样子 老猪把老李痛骂了一顿 并让老刘接了这任务 老刘直接出主意 让老猪写欠条 跟应天十几万百姓借瓦片 让来参加祭天的才子们 帮忙写欠条 在初一顺利完工 祭天大典顺利举行 这百官朝拜真的有点壮观 祭天回来的路上 王吕拦叫告狱状 却被老李乱棍打走 又被一个迷糊的差役扣走 王吕使用计谋 让差役喝醉酒 并把他的头发提光 并把自己身上的家 挂到了差利身上 自己跑到刘伯文府上去求助 而老猪想在兴庆宫墙上画条龙 却没人敢来 还不是因为老猪当皇帝后 不让别人随便画龙 老猪说刘伯文擅长画虎 肯定认识画龙的 单亲圣手 老刘推荐王吕 还说他就在应天城里 便下令让王吕来画这条龙 这边差役追来 李贤馆要抓王吕 不料王吕有了皇上奉旨画龙的皇陵 差役只能作罢 却马上来老李这边 你这老李啥事都有你 有你都没啥好事 当得知王吕是来告玉状 便说昆山县令 摊上大事了 而这王吕画龙 需要围着布漫 谁都不许看 这些老猪都答应了 还县令半个月完工 差役每天扛着枷锁 跟着王吕 却因为皇陵无可奈何 看着这憨憨 我都感觉这孩子傻得可爱 老李派人偷走皇陵 并让差役去抓王吕 王吕被抓走 刘伯温派人沿路保护 昆山县太爷冯唐 让人半路把王吕截裹了 他生怕自己的事儿 被皇上知道 死贫僧不如死贫道 这县太爷的确挺狠的 老猪带群臣来看龙 却发现这条龙没有画眼睛 老猪龙颜大怒 老刘赶忙解释 今天才是第十五天 正是点睛之日 而在昨天 王吕因为丢失皇陵 已经被拆椅 押回昆山 李擅长提出要照一千二百秀女 充实后宫 皇上让他上朝时奏本 两人互相配合 把选秀女的事情给确定下来 王吕画龙为点睛究竟为何 昆山县令究竟所犯合适呢 请看下集